陳教授好 各位語團人好 還有各位來賓大家好 好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 終止迫害台灣才是真正的人權國家 我先說一下我們家的故事 我用這個表格來看 我大概先介紹一下我的父親 他是在民國15年生的 我們家有五個小孩 那前面三個小孩就是在 就有經歷過爸爸受難的這個日子 那因為我是比較後面才出生的 其實我並沒有經歷 爸爸在這個受難的日子裡面 但是我在做這個報告的時候 就是有跟媽媽然後哥哥姐姐 去了解他們當時的狀況 那其實剛剛聽陳先生講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 不知道那個情緒是什麼 雖然我爸爸大概被關了將近兩年 那陳先生有12年 但是不管這個時間的長短 其實對每一個家庭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爸爸是在民國43年的時候 7月7號 他當時是28歲 那時候他是在豐原的南陽國小當老師 然後就大概是傍晚的時候 就突然就有一個人來 就把我爸爸抓走了 那時候我爺爺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抓人 他就也不說明 然後就把人帶走了 那事實上在那個到4月12 44年的12月30號以前 家人完全都不知道 爸爸到底去哪裡了 總共有500多天的日子 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那當時媽媽其實就帶著三個 我的大哥 大哥 大姐還有我的二姐 就帶著這三個小孩 那時候怎麼過日子 就是爺爺那時候還有種田養豬 然後媽媽就幫著爺爺這樣子 然後家裡的經濟就是靠這樣子來維持的 然後在那個等於是 就是44年12月30號 那時候等於就是判決說 還是我爸爸還是有 就是有匪諜的那個 應該說也有接受過那個匪諜的 等於是有點把他洗腦這樣子 所以最後就是判定了感化教育 然後後來又關了6個月23天 然後也是到44年12月30號 那時候才通知媽媽說可以去探監了 那爸爸這個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 就是因為當時他學校有一個老師 就是被抓去就是被認定說 他是匪諜組織的成員 然後他就把我爸爸跟兩個同事 然後就供出來就說他們也是這樣子 可是在這個關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被刑囚 然後當時其實爸爸就很堅持 他就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他也不可能再供出其他的人 然後到可以會面的時候 我記得我哥哥就講說他當時就透過了那個窗戶 一個大概40、60公分的窗戶 然後就看到一個男人 然後一直對他笑 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然後後來那個就是爸爸在被關 就後來就感化教育之後 就在民國45年6月22號出來 那時候就是媽媽講說大概就是在一個那種 大概將近凌晨的時候釋放出來這樣子 那第二天呢我哥哥就講說 他就看到那個院子裡面怎麼有一個很陌生的人 然後再看著大姐然後再教他功課這樣子 他就覺得這個人怎麼奇怪 然後就覺得說這個人就看起來好像有點討厭 為什麼在跟姐姐講話這樣子 其實後來才知道這個是爸爸 可見那時候真的因為大家都還小 對爸爸是沒有印象的 那我大概後面看一下 這個是媽媽還有左邊那個是大姐 然後大哥 然後二姐還是一個小嬰兒 那這裡有幾張照片 你就可以看 其實季節的不同 為什麼要照這些照片 這爺爺奶奶還有姑姑媽媽 你就看著他的衣服都不一樣 季節在變換小孩也長大了 照這些照片的目的就是在等待 有一天可以拿去給爸爸看 看他的小孩長大了 可是一直就是最後的那個機會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在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等於經過了五百四十二天 媽媽才看到爸爸這樣子 那事實上爸爸回來之後 他並沒有回到原來的學校教書 就被調到那個清水很偏遠的學校 我媽媽說那個學校呢 就那個水是要把它先接下來 然後讓那個整個泥水 整個沉澱才可以喝的地方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對家裡的傷害是蠻大的 像姐姐呢 算是比較屬於內向的小孩 他就一直覺得說 雖然沒有正式聽到有人在講說 爸爸怎麼樣 但是他就一直覺得 好像人家就有一個異樣的眼光 在看他這樣子 那我哥哥呢 因為哥哥是比姐姐還小 他的印象是沒有特別 小時候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他就後來當兵的時候 是在那個海軍的軍艦服務 那當時他有被選上就說 要到美國去接我們購買的軍艦回來台灣 可是就是因為爸爸這個因素 然後就被取消資格了 甚至於那時候就要威脅他說 你一定要簽兩年的服役 他才要讓他去 那當然哥哥沒有最後選擇是 就是放棄這個機會這樣子 那爸爸回來之後呢 其實他也不敢跟人家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可能就只是簡單的跟人家講說 我那時候就是聽收音機啊 然後不小心那個中共的那個 音訊接近來這樣子 所以一直到 其實我是民國五十年出生的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家裡有這一段歷史 是一直到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 爸爸才開始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爸爸給我的感覺 其實我爸爸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他是受日本教育的 所以他對我們其實要求都很高這樣子 尤其是在那種生活上啊 做人處事上面都很嚴格 那其實以前都很少 真的很少看到爸爸笑 像我們小時候媽媽會打人 爸爸不打人 可是爸爸只要眼睛一瞪 我們大概就知道要乖一點這樣子 那再過來就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三號 是第一次我們政府總統可以直選嘛 其實這個日子也是對我們太極門來講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那這個事件在民國八十七年三月的時候 就成立了一個這個名詞真的有點長 叫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即匪諜審判案補償基金會 案件 審判案件 陳教授記得很清楚 其實這個條例應該是在前一年 就已經在擰定了 那時候就是正式成立這個基金會 然後來辦理一些就是補償的問題 其實你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補償 它不是賠償 前面還有財產法 就是財產法 人間二十七不當叛亂 審判案件 補償基金會 二十四個字 二十四個字 它其實你看它是補償 它並不是賠償 那真的有認錯嗎 並沒有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記得爸爸收到的 就是前面這個部分 五百四十二天 它是屬於冤獄賠償 然後後面的這個六個月就是這個補償金這樣子 那我爸爸是在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號的時候往生的 那時候他大概七十八歲 可是很巧的就是剛好在哪一天 就收到了掛號信 然後就是那個這個是補償金下來的 其實我爸爸連一毛錢都沒有看到 就像剛剛陳先生講的 說真的我們不是真的不是為了這個錢 而是說你真的要為了就是要到底 為什麼我會被去管這樣子 那其實我常常在想 就是因為像我爸爸經歷了白色恐怖 然後我自己現在生長在民主國家裡面 我也經歷了白色恐怖 為什麼 因為我是太極門弟子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民國八十五年 這個日子十二月十九號對太極門弟子來講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當時我是在 我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進來太極門練功的 那時候我大概練功一年多 那當時我是因為就是說工作壓力的關係 常常會有頭痛壓力性的頭痛進來練功的 那時候我是服務在那個 現在的布立桃園醫院服務 那我在加護病房 新生兒的加護病房 其實那個地方壓力真的還滿大的 那我因為這個因素進來練功之後 其實我這個頭痛的部分 就在兩三個月就改善了 那當這個一二一九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媒體就鋪天蓋地的 大量的對太極門一些不實的報導 甚至於污衊 那其實跟我在太極門所看到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我反而會更堅定說 我自己真的是來對地方的 而不是說像外面所說的這樣子 那當時我想大家都認識的那個菜刀 就是侯寬人檢察官 他沒有經過沒有充足的證據 就帶著賀槍實彈的警察 然後來我們道館搜索 那有時候最後還以那個桃木劍 那個是我們師姐為了感恩師父送給師父的禮物 他用那個桃木劍來跟師父定罪 說師父有養小鬼 我想在這個科學時代還有人 會把這個證據拿來當一個不科學的證據 真的是很可笑的事情 那時候我在想 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壓力或是誘惑 才敢這樣子冒著被人家嘲笑的 這個部分來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稅案已經經過十年 我們的刑案已經經過十年七個月的審理 都已經判定沒有罪沒有稅 沒有違反稅間急診法 但是他結束了嗎 並沒有 23年了 在此我也很感謝趙子龍法官 然後我其實常常在想 就是說我何其有幸 沒有我何其不幸的 我爸爸遇到了白色恐怖 我自己也遇到了 但是我又何其有幸 我還有能力站在這裡 然後為這個民主發聲 最後我們來看一張投影片 這個是那個 就是在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的一個 那個就是針對受難家屬的名單 有做一個紀念碑 這張萬田是我爸爸 他是執行感化 然後我爸爸還滿瘦的 因為他真的身體並不是很好這樣子 最後我們用這一張投影片做個結束 沒有找出加害人的平反 不是真正的平反 轉型正義也不是口號 要真正的平反冤錯假案 還給人民應有的清白跟公益 那我再次也呼籲蔡總統 能夠立即撤銷太極門的冤錯假案 讓我們得到清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